带15装备时段零时刷任务有多爽 今天就让大家见识一下 梦幻西游无非两类玩家 一类主打任务的玩家 一类主打PK的玩家 两类玩家对装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任务玩家追求的是效率 把西游足够的法伤和速度就可以 他们梦想的装备就是拥有全身永固磨损 因为这样就不需要考虑耐久问题了 PK玩家虽然不要求永固磨损装备 但是对装备段数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附魔和高属性凑一起还是很难的 即使凑到一起也是价值不菲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 就是一个用一套装备兼顾PK与任务的精品号 说它是任务玩家的梦想号都不为过 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我真忙了太忙了 又得看世界赛又得看大更远 还得看无级别之夜 来这位叫南刀的兄弟 去个名字露出来你要干啥 我怕你过来卖蓝 兄弟们这是一个钢 这是一个铁 流云布膜 永不磨损 永不磨损 这流云布膜没啥 高龄的布膜也没啥 永不磨损 体膜双加的高属性衣服也没啥 这个武器有点东西 54膜加神用 13乘以8减 951 初伤547加54膜神用 永不磨损 混沌兽兽 永不磨损兽 十二段 十段的灵石的永不磨损 总共是四发暴 看看你宝宝要没有林中鸟 可是欠缺了 出奇须迷 高感知 同山雪 你宝宝必须得带一只鸟 可惜没带 这个老板真的是给梦幻虚 玩到了极致 好了兄弟们 这个阿萨姆打茶 买啥开了 没点关注点点关注 150的大销链 专用要吗 提前沟通 都行 不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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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科技神用 科技神童 217 幻化 219幻化 194幻化 194幻化 195幻化 194幻化 194幻化 215幻化 194幻化 194幻化 194幻化